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今天我们再来玩新梦境连结R 那今天呢 是应该说昨天才对 昨天呢 是新梦境连结R的更新维修 那终于开启了第16章 那基本上来讲啦 16章的崩坏跟普通 个人是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 困难就成功通关的了 我觉得16章好像因为隔的时间太久了 战力都升上去了 所以其实难度真的没有到太大 甚至可以说是很轻松就打过去了 那顺便跟各位汇报一件事情 想不到我最后还是刻下去保底了 唉 难过啊 我的加密啊 加密 要不是为了凑恭喜队的加成 我才不会这么无聊去凑这只加密 毕竟加密老实讲不是我很喜欢的角色 那再加上其实我也用不太到他 身为一只恭喜角费用到17费 我是觉得用起来颇卡手的啦 那在幻境有试过他的强度 稍微比较一下跟吉他之的强度 我个人是觉得 用起来似乎我用不习惯 所以基本上这只对我来说就是仓管而已啦 好那在开始打之前呢 我在思考要不要把第二包再刻起来 我刻这一包的重点不在于凤凰好不好 而在于那个二十张精选阵跟三千钻石 我好纠结喔 唉呀 好啦 索性就来吧 好的 没有错 通常卷不会嫌太多啦 那然后 听说凤凰觉醒还不错是吧 咱们先把他弄个五星吧 三千两百粉 三千两百粉 好 不急的深 反正他我们要用凤凰 你就先4.5颗星吧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出的 怎么会在闪啊 他能干嘛 好吧算了 好麻烦喔 一只闪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崩坏的部分吧 通常崩坏会卡 会卡在最后一张 那这一次的十六支十二老实讲啦 强度真的没有过往那么多 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崩坏十六支十二 到底打起来是什么感觉吧 那首先崩坏十六支十二难度比较低的原因是因为 他只有一只角色 就他只有一只王而已 打过去就打过去了 那么二话不说嘛 美雪先上 那其实没有美雪 开局没有美雪也不知道太大的问题点 试过了 美雪没有语音了 这是很大的bug点啊 等待维修咯 维修致富的时候到了 拜托美雪活下来 美雪翘了 好啦 美雪翘了就算了吧 反正这关难度真的没有我想的那么高 那再来就出个他 然后再来个他结束 其实难度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高 毕竟真的有很多人说十六张难度会起来 那我个人觉得啦 可能是因为他中间给我留了将近 两个礼拜吧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的空窗期 站立有稍微拉上去 所以其实难度没有到太高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无课跟维克玩家的话呢 你应该会希望保持这样的 节奏玩下去 有很多人说很晚开主线 会很容易没事做 那我宁愿他活动多开一点 而不是主线开快一点 毕竟我觉得 太早把主线开起来 打不过也是晾在那边啦 那课长可能想法不一样嘛 但无课跟维克的话 我反而希望就是维持现在这个节奏 现在这个节奏来跑就好了 不要开得太快 但也不要开得太慢 那像觉醒部分我觉得就开太快啦 那远真没开我又觉得 应该要赶快开啊 那种 大家皆大欢喜的事情 你不开我真的觉得 蛮麻烦的啦 好那我们16张 我想想看除了这一关比较难 还有哪一关 哦对 16支11 其实应该也会有一些人稍微卡一下 毕竟这一关的支数比较多 打起来我觉得可能难度还比 16支12更难一点 那其实整体上来讲 这一关难易度真的也没有到太高 那除了物体很麻烦之外 那其实这一关的重点就是 没有太多的重点 反正就是人上去就对了 这一关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就是把神 希望神城可以偷到无敌啦 将在第二关打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但如果没有无敌有关系吗 没关系啊 我们照样来 然后再来个奶窑稍微砍一下 其实神城最伤在于没暴击啊 神城没暴击真的很伤害差很多 哇奶窑死掉了 神城竟然竟然跟我说再见了 来我们来个小夜收掉 对其实整体难度来讲 容错率都蛮高的 我能够跟大家边聊天边打 大家都知道其实难度没有到很高了 如果难度很高的关卡 其实我个人会比较沉默一点的 除非是我知道怎么打 然后边打边跟你讲解 那像这个关卡我可以边打边跟你闲聊 你就知道 当你战力到了 其实打起来真的没有到太困难啦 那我觉得比较难的点在于 如果你本身硬度不够 练度不够的话呢 你可能很容易被对面收掉 尤其像赫倩一出来炸一波 很多人应该会扛不住 如果你是战力比较低 或者是无课玩家的话 在那方面可能难度会高一点点 那如果你是有课金的玩家 基本上来讲啊 16张真的没有到太难 你只要是维课玩家 难度我觉得就不是到太高了 那你说我很欧吗 其实我也没有很欧啊 我好几次都是宝出来的 一对人说我大蛇五星很欧啦 那大蛇五星 我也是万能砸下去啊 那就看你愿不愿砸你的万能碎片 给大蛇或其他角色而已嘛 那尼可拉是靠 首抽跟帮会抽出来的 美雪是登陆的 歪出来的 然后就到六星了 那东文基本上 我没有歪过 第一次抽东文池抽出来的 然后再来就是 一次是金色伙伴石 一次是普池捞出来的 那凤凰 我是靠鞋铜跟克金拿出来的 我就这么干脆的直接讲了 凤凰我一次都没有抽过 那神城我运气比较好啦 二十抽第一只嘛 然后再来靠万能碎片冲到四星 那至于其他角色你说我欧吗 其实没有到很欧 西川窑也是保底保出来的 保出来之后再硬抽 抽到一百三十抽吧 一百二十几抽 反正抽了一百多抽才四星啦 那唯一比较欧就是索尼亚十抽出货嘛 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非洲人 老实讲啦 也不用真的太在意 那我艾斯维亚只是没生而已 艾斯维亚现在 四星而已啦 我还不算抽到太多只 那什么亚乐啊那些 基本上也都该抽都抽到了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这一次的关卡真的真的真的 没有到太难 那如果你想问说大概要怎么打的话 我就跟你讲吧 战力拉上去基本上都可以打过了 这一次不会像之前说 有很大的挫折感什么之类的 或者说像前一个活动 海怪那样子 绑死哪一只角色 也没有这问题 那再来就是期待说他出的 变成少女的活动吧 那活动老实讲个人蛮期待的啦 因为第十六章的剧情带出了 维纳斯陷阱的一些过往 所以我个人其实觉得越看 对这个剧情越有兴趣 那也很期待后续的剧情 要爆雷你爆雷我没差 反正个人不太care爆雷的问题 那如果不爆雷的话 我就继续期待 维纳斯陷阱后续的故事啦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十六章的打法 老实讲啦 现在是凌晨十二点多嘛 那我十一点多才下班 所以一下班我就马上回家 洗澡吃饭开游戏 然后就拍影片了 看到这里了 还不考虑留个赞 留个订阅吗 那有什么攻略 有什么问题 我会尽量发出来 那有什么问题下方留言 我尽量解答你 但如果你说要以无课的方式来讲 我会尽量去多找一点资料啦 来帮助你解答你的问题 好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爱情 想跟我说的话呢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能源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 下一支影片 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